我們今天來到 高雄文化中心旁邊的一家餐廳 是青石文化館 馬上去看看 跟我走 右邊 右邊是這邊嗎 左邊 左邊 右邊 左邊 到底是哪一邊啊 改編好了啦 隨便啦 我們馬上進到了青石小館 為我們介紹 今天要幫我們介紹的阿圖 你好 你好 阿圖 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們青石館的一個方式 或特色 創辦的人在歐洲留學的時候 然後感受到那個青石的文化 他覺得這樣子很健康很棒 很適合就是這樣子繼續生活下去 所以他想要把這個文化帶來高雄 所以我們所有的物料都是嚴格 而且所有的食材 我們幾乎都是能製作的 那馬上來體驗一下 這一道是 這個是青醬葛瑞的代理 我們的青醬用巴西里跟裸勒 也是我們自己手工的 裸的嗎 去做的嗎 對 裸的自己搭 然後裡面還有加 就是法國進口的 歷史明星奶油 就是奶油也放法國 對對對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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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好像比較偏就是用青草 就是自由把它收在裡面 對 然後那個青醬就是整個 進到那個麵條裡面 太好吃耶 阿土在我們面前這道是烤雞嗎 對 它是柏旺石烤製雞 那我們是用柏旺石的醃料 去醃製雞之後 然後再去做調理 所以它外層會比較酥脆 然後我們少那個細菇就好 拿黑胡椒下來做 很嫩 好嫩喔 那個雞好嫩喔 而且吃到那個 普羅旺生那個醃料 它是有點像是用香料去醃製雞 對 用香料去醃製雞 對 用香料去醃製雞 然後吃到那個炙製的感覺 然後可以吃到那個 整顆的黑胡椒粒在裡面 對 可是呢 你又不會咬到 那種香味就整得出來 很棒耶 這雞好嫩喔 再來我注意很多一點 是不是 這上面擺了很多水果 這個是 這也是我們的蜜糖吐司 然後它是用丹麥吐司去做的 它口感會比一般的白吐司還要香 因為丹麥吐司 我們知道是一層麵糰 然後一層奶油 一層麵糰是奶油 所以它口感是很酥脆的 像阿土 因為一般的蜜糖吐司的冰情 也是放在土司裡面 所以我會想說要把它放來外面 因為當初師傅設計的時候 也是擔心冰淇淋它會影響到 就是濕潤這個吐司的口感 會吃不到它的酥脆 所以我們就另外一方 旁邊那個焦糖醬也是我們自製的 不加任何一滴水慢慢的去炒 那通常我們就是會把 吐司牆先把它翻開 然後就可以看到裡面的 斷面嗎 對對對 好好吃喔 我現在終於懂為什麼 焦糖要自己做了 因為如果焦糖如果不自己做的話 你們抓不到那個 焦糖原始的那個糖味 對 沒錯 哇 好香喔 而且它那個吐司烤的那個 脆度剛剛好 這是我真的吃不常吃的焦糖 很好吃耶 你可以建議我講你們的冰淇淋嗎 這樣子嗎 這樣翻對一起吃口感不一樣 我剛剛也會很甜 他會說太甜 不是 因為 你們卡斯塔自己做其實 沒有把它加那麼甜 對 這樣才可以吃到 原本卡斯塔真正的那個 稍微的焦香 對 不會太死甜 很好吃耶 像你們這樣是一個 算是一個套餐嗎 這樣子是一個雙人的套餐 這套餐是 也包含這個嗎 這個是單人的青石套餐 這青 因為我剛剛說過你們是一個青石 所以這個名稱叫做又是什麼 這個是右手總會 這是我們的招牌餐點之類 那我剛剛看到一個很酷的東西 這個是咖啡粉嗎 還是 這個是有機的棕櫚糖 這一杯是 它叫做左手咖啡 左手咖啡 它使用的是有機的棕櫚糖 它也是我們招牌品 所以就是右手總會跟左手咖啡 阿土 你看耶 我覺得老闆很用心 因為他就覺得 他要把歐洲東西帶回來 所有東西都是自製的 包含你們的一些糖啊巧克力 都是進口出來的嘛 對啊 我覺得各位可以來這邊享用一下 老闆的用心 好 在這個文化中心的旁邊 你可以找我們阿土 幫你各位介紹一下好不好 阿土今天謝謝你啦 謝謝